在聽完國民黨新任主席吳敦義的慎選感也還有國民黨員的新聲之後 我們來具體介紹一下國民黨第七屆黨主席選舉的投票結果 他出爐之後這是一個六強爭霸戰 但結果在第一輪竟然就結束了 由這個前副總統吳敦義狂掃了14408票 以得票率超過50%的過半數奪下了國民黨黨魁的寶座 那麼他的主要競爭對手也就是現任的黨主席洪秀柱呢 只拿下了53063票 得票率近兩成而已喔 那國民黨的副主席郝龍斌拿下了一成六的選票 他的票數是44301票 那麼另外三位候選人的這個票數分別是這個韓國瑜16141票 還有這個詹啟賢12332票 還有這個潘維剛2437票 我在這個介紹習近平的賀店之前很快請兩位來賓點評一下 為什麼這個吳敦義前副總統可以狂掃這麼多票 在第一輪就過半 但是洪秀柱好像他的得票卻崩盤了呢 玉芬 我想其實在選前大 我自己就看好是吳敦義啦 那第一個就是說他本身在國民黨裡面的這個經歷 整個閱歷非常完整 從基層的縣長做起 那麼也在中央做過 那所以他基本上在黨內 我想就是說他對於很多問題 或者是人事權力的掌握是很到位的 就是說基本上他了解整個國民黨的經脉 這個穴位在哪裡 那包括甚至派系或者是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洪秀柱在過去這一年 第一個他可能證明說他沒有辦法真的是作為團結整個黨的 有這樣子的這個不管是他所謂的資歷也好 或者是人脈也好都沒有 那另外就是他的這個兩岸政策可能在 包括在國民黨裡面都認為說是被認為說是太激進了 那麼有的時候這是一個剛好對照台灣的情況 就是說當北京因為是媒體大大的稱讚洪秀柱 或者是大大的期待洪秀柱能夠當選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看出來這其實不是台灣的主流民意 所以那當北京的媒體越是稱讚洪秀柱的時候 其實對洪秀柱在本土的這個得票來講 反而是我覺得是一個障礙 好的謝謝宇峰 我們稍後我們也會來介紹這個習近平的這個賀定究竟閒鬧 不過剛才提到這個洪秀柱之前跟習近平有所謂的洪席會 我們就忍不住想要請教孟凱了 好像台灣的政治人物只要過去跟習近平握手的 好像下場都會蠻慘的 包括之前的連勝文 你怎麼看洪秀柱這一次的得票大崩盤 還有就是說吳敦英剛才也提到他的這個 九二共識的一些立場 好像原本習近平是有所遲疑的 你怎麼看是不是給習近平加持了之後 反而導致了洪秀柱他這個得票率 這麼低還有剛剛提到他的想法 洪秀柱想法跟一般的 國民黨內的支持者還有挺紅的這些人 好像跟一般的主流台灣名義是有脫節的 包括他說自己是中國人這樣的一個說法 你怎麼平息洪秀柱這一次的得票這麼低呢 孟凱 我想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一個選舉 從來因為都是由黨員直接來投票 那46萬多的黨員這一次把他們票數給投出來 我們其實有高達五成八的一個投票率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一個選舉 不管如何都是一個非常公正公開透明的一個選舉 那絕對不是任何外人可以來影響 或是可以來左右的 其實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這些黨員也都是內行人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真的會說加入一個政黨 並且都很關心了解 其實我相信所有黨員 對於我們這六位候選人的政見方向履歷 以及未來的這樣的一個領導人 都有非常完整的一個看法 但是剛剛其實我們節目很用心的播放了兩個 這個訪問的黨員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也可以某種程度上代表大多數黨員的心聲 就是大家感到焦慮 因為大家知道是說台灣還是兩黨政治的一個情況 而現在看到過去一年 蔡英文政府執政的表現真的不如預期 也讓人覺得很憂心 也因此我們就認為是說 新的國民黨的這個主席 一定是要能夠有戰力有領導力 並且整合大家贏得二零一八 以及二零二零大選的最適合的人選 所以他不一定是最好的人選 但是他一定是可以讓國民黨贏得二零一八 跟二零二零最好的人選 也因此這一次一輪過半 就是大家會講說 因為吳敦義在選前 他也打出了一個就是說 讓民進黨最害怕的對手 所以我想某種程度上 可能大家也對於這樣的一個封號 或是這樣的一個認知感到認同 所以說到時候就是選擇了吳敦義 那最後我也覺得是說吳敦義 他也確實有能力可以整合我們黨內的團結 因為像今天才勝選的第一天 他已經馬不停蹄的在拜訪其他幾位的黨主席 候選人包括韓國瑜跟潘維剛 已經在今天都完成拜訪 那詹啟賢好龍斌跟洪秀柱 我相信在往後的一個禮拜內應該就可以達成這個安排 而且呢也會 諮詢或是詢問這個後續這幾位黨主席候選人的一些意見 那說不定都還會有互相合作的可能性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其實因為現在國民黨在野 其實我必須講是說 國民黨過去也確實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否則不會現在淪為在野黨 但是如何能夠持續的傾聽民意跟接地氣 讓台灣人民能夠認同 並且進一步在未來有重新讓國民黨有重新執政的機會 我覺得這才是現在黨主席所面臨到最重要 而且最關鍵的一個挑戰 好的 謝謝孟凱 的確是如何這個凝聚泛來的這個團結 因應接下來不管是2018或2020也好 下面的一個選舉都是 目前黨國民黨一個很大的挑戰 不過在介紹這個國民黨未來之前 我想先很快介紹一下這個 究竟這個習近平就是賀電怎麼寫 因為我知道按照往例 中國國民黨的這個主席選出來之後呢 這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習近平一定會這個致電道賀的了 不過這一次好像有點不一樣 因為國民黨中央晚上9點中公佈結果 昨天習近平的賀電卻一個半小時之後 抬到有人說這個 台灣媒體說這是姗姗來遲了 那麼傳聞北京方面對吳針義 一再強調是所謂的一中各表 和國民黨不會談統一這樣的一個立場 這個習近平頗有意見 昨天國民黨內還傳出一度有擔心 收不到習近平賀電這樣一個情況 那我就介紹一下習近平的賀電 他是主要重點是放在說 這個一定要堅持九二共識 他還提到了堅定反對台獨 把握兩岸關係和平方展的正確方向 共同為中華民族偉大父親來奮鬥 那麼當然吳針義也馬上就復電了 他就特別強調說一定會 尊重這個九二共識 深化九二共識推動兩岸和平的制度化 互相尊重和包容弘揚中華文化 促進兩岸的永續發展 就請兩位來賓很快來點評一下 這個習近平的賀電 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說 吳敦義當選中國國民黨之後 會變成所謂的台灣國民黨 兩位來賓怎麼看這樣的說法 先請玉芬 我覺得第一個要給國民黨這次總統選舉 他的主席選舉一個肯定 就是說這個在一個這麼老化的國民黨裡面 他能夠這次開放有這麼多人出來競選主張 爭取黨員投票 你可以看到剛開始的時候投票的時候 還有重複的 就是說黨員根本這個人頭黨員 對人頭黨員非常混亂 但是也可以看到這個百年老黨 真的很需要好好的被搖晃一下 然後重新的來過 那這個這次的我覺得黨主選舉是一種很好的操兵 那台灣確實也需要有一個健全的反對黨 因為在民主社會 我想大家都不樂見只有一個政黨 他能夠獨斷所有的資源 或者是發言權 那麼這次我覺得吳敦義先生很明顯 他還是堅持的是馬英九時代的兩岸政策的路線 那這個部分一方面可能是讓這個 在相對來講對北京來說 在民進黨跟國民黨之間 當然還是可能比較喜歡國民黨這樣的路線 可是他也不是北京最想要看見的路線 因為我剛講到了 洪壽柱的路線在北京得到很多媒體 不斷的肯定跟稱讚 這可能是表達他們內心真正的期望 就是說有一個國民黨是想要帶著這個台灣走上統一 可是吳敦義先生他自己在台灣 這麼長久的這個地方政治的歷練 他很清楚台灣的主流民意 現在這個不是台灣的主流民意 所以他在裡面提到了 因為馬英九提到不同不獨不武嘛 那其實他也我想吳敦義也類似 他大概維持現狀 可是他本身說對於未來我們要開放 不管所以他並沒有直接說我反對獨立 或者是反對統一 可是基本上他認為說是 維持現狀在一中各表的情況下 維持現狀然後我們未來透過公民投票 或者是如果說法律有修改的情況下 台灣來共同決定台灣人的命 未來的命運 我覺得這其實某方面來講 也走到幾乎跟民進黨有點類似 就是說台灣前途決議 就是我們要由台灣的人民來決定我們的未來 所以確實在這個 我不知道中國的內幕說 為什麼要一個半小時之後 可是我相信說這樣子的一個路線 相對來講當然是中國比較喜歡的 但是可能也對吳敦義 還有他帶領的國民黨未來會怎麼走 要保持一定的觀察 好的那孟凱你怎麼看玉芬的說法 還有剛才提到這個習近平的賀店 當然更重要的就是說 很多人認為說 當然國民黨內有很多的兩岸路線之爭 兩岸的論述吵來吵去 然後有不同的路線跟派別 那吳敦義他的出現 他當任新的黨主席就代表了說 接下來所謂的中國國民黨會台灣化 中國國民黨會變成台灣國民黨 你怎麼看呢 是我這邊回應主持人這個問題 其實當然吳敦義他才當選第一天 他都還沒有就任 因為就任是要到8月20號 所以還有三個月的時間他才會就任 但是呢在吳敦義競選的期間 其實已經有公開幾次呼籲 就是說絕對不會有改名的這個動作 也因此呢我想 現在討論這個都是太過於這個 提早或是焦慮 因為畢竟這個是過頭了 因為畢竟這個是吳敦義8月20號之後 才會做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再來看是說這一次 這個習近平主席的一個賀店 其實賀店為什麼說這個時間那麼晚 其實我想真的說有時間上的差距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相對的概念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像這一次 吳敦義他可以一輪過半 其實也是讓蠻多的這個民眾 或是媒體意料之外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是說意料之中 有些人覺得意料之外 那無論如何我相信 習近平主席的這個賀店也好 或是說吳敦義這邊回復的賀店也好 其實一定都會被大家所放大檢視 我想所以每一個字句都是蜘蛛必叫的 可是對吳敦義來說他的兩岸的路線 其實在他的之前的競選公報裡面 他就已經寫得非常清楚了 我簡單唸一下給大家聽 他就講的是說要堅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重建兩岸和平發展 因此這個就是吳敦義那時候競選主席 所提出來的一個主張跟政見 這是寫在他的競選公報上的白紙黑字 寫得清清楚楚 今天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民主開放的政黨 所以說我們的黨員透過一個開放的機制 來投一票票票票票等值 投出來這樣的一個新任主席 其實我們也要去檢視他所作所為 跟他之前的一個政見有沒有相背離的 如果說真的有相背離的話 其實我們的機制也會去對主席做一個彈劾 就像我們在每年會開這個 所謂的全國黨代表大會 那昨天我也是首次參與 我們中國國民黨的黨代表選舉 我也是新任的黨代表 所以如果往後我們的主席吳敦義先生 他如果說有背離他之前的承諾 或說他想要走比較極端的路線 其實不用外界來講 我們自己本身黨內黨代表中央委員 中常委也就會發揮制衡監督的力量 來希望說這個主席好好的走正確的路 不過我覺得最後還是強調是說 因為畢竟國民黨現在是在野 我們講再多的這樣的一個這個高談闊論的論調 其實我覺得對台灣人民都還是沒有感覺 其實最重點還是說我們要先贏回執政權 我們要拿出一個完整的論述 贏回這個執政權之後 後續的這個兩岸的發展也好 或者說內政的問題 或者甚至是國際上的形勢也好 我覺得我們再去論述 我們再去提出主張 才會更鏗鏘有力 好的謝謝孟凱時間交給博弈 中尼我們是不是來接電話 我們現在也的確是有不少的電話 抱歉今天給博弈的時間比較少 但是我們那個聽眾的參與也很重要啦 那個台北的蕭先生 馬上抓緊時間發表您的看法 蕭先生您好請講 臺北現在流行一句話就是黑貓白貓 只要會招老鼠的就是好貓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 沒有什麼中國台灣國民黨 只有世界級的這個中山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 第三點的話 這個是從這個選戰就看出來 不變裡面就有變 不變就是一中不變 變的話就是選戰的改變 臺北的蕭先生 謝謝您 高雄的王先生您好請講 高雄王先生請說 不宥有的聽眾觀眾大家好 你好 抓緊時間 無動力的當選的話 也是利用什麼人頭黨員啊 還有那個 就國民黨的話 他也是買票的專家 我是建議民進黨的話 要把那個黨產 不只是國內的黨產 國外的黨產 都要把它一起一起清除 好的感謝 高雄的王先生不好意思 打斷您我們時間有限了 廣東的李先生 請抓緊時間一兩句話好嗎 李先生請講 好的 海北洪先生 洪先生你還有一兩句話的時間 洪先生請說 好 那個 洪秀駐國民黨主席 大概是立任以來 最受到台灣人民唾棄的 這個 一個團隊 我想包括 藍營跟民進黨 大部分的人都 滿錯去他團隊的行為 你看今天的這個 台灣方面的來賓 你看聽他的話就知道 明白您的意思了 謝謝台北洪先生 我很快再念兩個 臉書上的這個留言 就請兩位來賓 我們進行很簡短的總結了 抱歉啊 這個 Ed Chow他說 吳敦義是國民黨的中間派 在他領導之下 國民黨是很可能奪回政權的 中共方面實際上是需要有能力執政的代理人的 他這麼講啊 所以洪秀駐沒有得到中共高層的青睞 他想請問嘉賓 郭台銘參選2020 兩位怎麼看啊 還有一位 Steven Chen 他說 請問兩位宅賓 吳敦義這次大勝 是不是贏在兩岸論述上呢 是不是也證明了一中同表失敗了 請教兩位來賓 好的很簡短的這個結論 先請在華盛頓現場的一分 第一個我想說 國民黨不需要改名 其實他叫做中國國民黨也好 或是其他名字 最重要說 你在台灣一個要生存的政黨 當然要貼近台灣的民意 所以他的本質上 必須是一個所謂的台灣國民黨 那另外 就是說這個 吳敦義他在黨內 當然現在很多人期待他團結 而且看起來目前是最有能力的 可是將來放在這個大的選舉上面 就是說 因為他本身是有經驗的一個 很老經驗的政客了 所以說 會不會過去的經驗成為他的 他的包袱 還有過去他曾經當然做過的措施 一定會再被拿出來檢驗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說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了 好的 謝謝一分 溫凱 是我想先回應最後的問題 就是說郭台銘他參選2020總統 我就說了一開始就講 這個是一個假議題啦 就像現在美國川普總統做得不好 那個摔角選手巨石強身 也說他要選總統啊 但是其實我們就講說 還是現任的總統做得令人失望 而且人民不信任 所以說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提出說法 但是中國國民黨到最後提出什麼樣的總統人選 其實都是要看我們黨內的機制來做一個來考量 那另外呢我們想說國民進黨 這一次說真的這一年的一個執政 讓民眾失望 所以說才會覺得是說希望有一個強而有力的 國民黨的一個領導人 國民黨的一個主席來帶領國民黨 怎麼樣提出一個論述 可以在2018跟2020重返執政 那這一次是不是吳敦義贏在這個所謂的兩岸論述呢 其實我覺得大多數的民眾還是可以認同跟支持 就是所謂的九二共識 那九二共識其實最主要就是可以讓台灣在兩岸的問題上 可以穩健的發展 並且往後可以尋求一些很平暢和順的道路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點的關鍵 好的 謝謝兩位來賓今天非常熱烈的討論 還有我們在臉書呢 沒有辦法順利的直播播 YouTube的反應很熱烈 希望大家未來我們能夠把臉書的直播順利開通 讓大家都能夠看這個更多的聽眾觀眾朋友們 能夠接觸我們 謝謝大家 好的 感謝博弈我們會繼續加油 也感謝兩位來賓的深入分析 那麼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昨天 紐約的台灣社區人士在時報廣場和聯合國總部前 抗議世界衛生大會迫於中國的政治壓力 沒有邀請台灣參加 來看美國之音記者方斌 張珍發自紐約的採訪報導 數十位紐約的台灣人星期六下午在時報廣場集會 抗議即將於下周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世界衛生大會 今年沒有向台灣發出邀請函 我們在這裡要求平等 我們在這裡表示公共衛生是人權 它不是一個國際關係議題 世界衛生組織顯然因為沒有邀請台灣 把兩千三百五十萬台灣人排斥在外而飽受批評 抗議者認為世界衛生大會今年拒邀台灣語會 是迫於中國政府的壓力 是因為民進黨的蔡英文總統不願意承認九二共識 但抗議者說這是用政治議題綁架台灣人的健康 只會起相反的作用 這完全是 這是完全棄台灣人們的生命健康 還有情感與不顧 然後中國認為說 也許認為說 因為這樣子可以逼迫台灣人接受九二共識 說你們接受九二共識 你們就可以來參加 但是這其實是一個 counterproductive 這只會造成反效果 因為現在一個民調就已經顯示 有七成的台灣人認為說 不能夠因為要參加 WHA而接受九二共識 抗議者以年輕的台灣人為主 既有生活在這裡的美籍台衣 也有留學生 我們希望就是台灣人在這邊關心台灣的 每一個朋友 我們可以站出來 然後一起聲援 聚在一起就像一把火一樣 我們因為熱情我們燃燒在一起 抗議者在時報廣場集合後 舉著標語牌喊著口號 沿42街一路東行 前往聯合國總部所在地 美國陣營方斌 張珍紐約報道 好的 我是板東您祝各位晚安 我們下周日同一時間海峽論壇 與各位再見 2018年 4月4日